各位好,今天是2021年7月6日 昨天下午5点多,上海市政设计院的一个所长在电梯间被人歌喉锁 据网上锁传和复旦大学的歌喉案类似 也是因为合同到期为续聘引发的 据传也是海归 真实情况还有待观察 不过这种事情在国内基本是没人敢报道的 所以你也看不到真相 只能从网络上获取零散的新闻信息 我刚查了下,上海市政设计院的前名叫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市政总院 成立于1954年 从事工程设计、咨询及工程建设的总成包 项目管理全过程服务 是个标准的国企 不过原来是局B事业单位 2003年才改制成了企业 隶属于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0年才正式改名为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对于上海市公安局 杨朴森局的官方通报显示 2021年7月5日下午5点10分左右 杨朴区的中山北二路 以公司内部发生一起齿刀伤人案件 目前已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成功控制 被害人徐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经过突破审讯 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 其与被害人徐某因日常工作机院 被齿刀对徐某进行伤害 从官方通报的测试中 徐某因日常工作机院而齿刀伤人 这和福南大学 蒋文华老师歌喉港委书记的措辞非常雷同 所以不难想象 这也是一起领导欺负下属 给下属穿小鞋 然后下属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才下了死手 你不让我活 我也不会让你活 这就是野蛮的从临社会的生存法则 这名凶手确切的说应该叫犯罪嫌疑人 这名犯罪嫌疑人肯定也是受到了百般的刁难和屈辱 其实在中国任何单位包括学校生存都靠从临法则 谁的权手大谁说了算 谁有权力谁说了算 他们专门欺负弱小 这样才能显示他们的伟大 作为普通的庇宁 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生存 要么你永远默默无闻 永远忍受着别人的欺凌 要么你就不断的给领导上贡 奉礼八解领导 我也不知道这名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海归 如果是海归 那就说明你当初的选择是错误了 在这我也奉劝那些 现在身在海外深造的留学生 憋了打死都不能回国吧 否则等待你们的不是死亡 就是被死亡 或者在不公的霸凌中度过余生 西方社会讲究的是宫廷 只要你有能力就有发展的舞台 你的信用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但这仅适应于西方的文明社会 在独裁的野蛮的丛兵社会 你的信用多大 你死的希望就越大 我说的死并非是生命的消失 而是心死 心灵死亡 在中国有个很奇葩的现象 尤其是政府机关和学校 由真材实学的基本都是临时工 当领导的基本都是不学武术的流氓 这种隐屈的社会现状 只能埋没人坛 失去创新力 所以只能靠剽窃 模仿别人的技术来发展自己 五个月前 复旦大学的数学学院的老师江文华 早年是通过人才引进进入的复旦 因非生疾走的考核不通过 科研任务未打掉 在被学院宣布解禁前 江文华老师持刀杀死了学院的党委书记 王总振 十八后 江文华平静的告诉警方 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年来 他一直被王永珍陷害和虐待 事后福南大学校的会发起来 为王永珍募捐的活动 未曾想舆论却已面倒的翻车 翻车表示要为杀人者江文华捐款 看吧 这就是你 我想这次杀人事件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去模仿 这就是中共党媒不敢报道此类事件的原因 我个人反对任何暴力 也看不得任何暴力的场面和视频 但在这里 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强权社会 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面对不公和欺凌能怎么办呢 如果你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 我只想告证你一句话 冤有头 债有主 谁欺负你 你就着实算账 谁要不伤害无辜 你就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这就是生日期党的没关系 但是这次下段也不愿意 我让你这么识计 伤害 再次下段也不再打执行 再次下段也不停 吉他 然后再次下段也不停 转难